最近呢老有一些兄弟问疯子 就是说哎疯子你到深圳之后找到工作了吗 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呀 说实话是真的不知道很想找呀 而且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应该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了 就在今天我久违的第一次打开了招聘软件 看了一下哇不看不要紧 这一看就更不想找了 现在心都凉了一大截儿好吧 就还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 熟悉的公司和岗位 真的跟我年前看的差不多 原本以为年后的环境可能会好一些 结果一找还都是那些销售和客服 说实话真的不是很想干 而且觉得干着也没啥太大的意思吧 不过呢你想要找其他的工作 就想找一个什么双修的或者其他的 你也没有什么方向 所以真的就是挺难找了 首先这次我们就直接不找了 疯子打算拥闯直播界 疯子其实一直都想当个游戏主播来着 但之前一直拖延呀 一直就没有去做 不过我们可以趁这次机会去尝试一下 我知道这个时候肯定有广大的网友来泼冷水了 肯定不行的 太卷了游戏行业 你肯定做不起来的 我觉得现实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吧 就你想做一件事情 他总会说 哎别做了 你不可以的 你做了也没用的 但是我们都还没做 我们总得试一下是吧 万一可行呢 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几率 我们都可以尝试的 如果说疯子靠直播一个月就能稳定这个几千块 那咱就不用工作了呀 这不香吗 对吧 反正我是直播的设备已经买好了的 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吧 分享一下 其实也没啥设备吧 主要就是看我最近新买的一个摄像头 对 这个摄像头的话是逻辑的 然后花了我840多块钱好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手机 一个苹果13 这个是之前很早就买了 然后就是用电脑开播 怎么说呢 我目标不大 咱首先得把这些设备的钱给挣回来就行了 我觉得 然后我们就来设置一下 首先就是我的这个摄像头 我就基本上就把它直接卡在这个电脑上 对 然后这样对着我 就有个小屏在底下 然后再把手机的游戏画面投屏一下就行了 对 现在就是已经投屏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游戏直播了 就是这个样子嘛 也挺简单的 对 然后直播间现在已经是设置好了 然后我们待会就浅浅的播它几个小时吧 我们今天先试试水 就简单播一下 然后等我播完了再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汇报一下成果能挣多少米好吧 就大家稍等我一下 OK兄弟们现在是刚直播完 对我的天哪 还挺疲累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一个数据好吧 这个就是我今天直播的一个数据好吧 有点惨淡 对直播时长是快三个小时了 然后就只挣到了14块5 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吧 有一说一 直播确实挺难的 你们天天觉得疯子就是很轻松是吧 开开直播做做视频 然后就能挣点钱 你不知道疯子的难处呀 你开直播可能都没啥礼物 尤其是游戏主播 可能你要技术非常好或者非常有节目效果才能有点收益 但总比闲着好是吧 一天能挣个十几块也挺好了呀 而且现在才刚开始嘛 我们就再坚持一下 我们先暂时坚持个一个星期好吧 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看一下回报 然后再决定后续的发展好吧 对那这期视频差不多就这样了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